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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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开始的时候还好 可是后来我跟她妈妈发生一些矛盾 她妈妈很过分 总是针对我 她总是我妈妈对她不好 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 我妈妈对她照顾得很到位 但她总是每次找借口跟我妈妈吵架 害我妈妈特别伤心 每次有矛盾的时候 她总是站在她妈妈那一边和她妈妈一起欺负我 我就不明白了 到底是她妈妈重要还是我重要 老话题 特别难谈 看怎么办吧 难为四位了 接下来掌声请出这对情侣 来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薇 23岁来自湖北业务员 女嘉宾小思 25岁来自湖南 是一名网络客服 来 有请两位 愿意在这个现场公开箱子里的秘密吗 我愿意 听起来好像主要矛盾是 因为女生跟男方的妈妈有冲突 是吧 是的 你妈妈对她意见很大吗 对 因为她家不常住在这边 所以我有时候隔山差不多到我家里面去 她到我家里大概有大半年的时间后 我发觉她跟我妈妈的毛病特别多 总说我妈妈做得太过分 经常无敌取闹 我怎么说太过分的呀 你怎么不无敌取闹了 上一次我大半夜的我妈妈生病 我是不是打电话给你 我让你把我妈妈送到医院去 你在干嘛 我在外地出差 我送了呀 但是问题是你送到医院去之后 你人去哪里了呢 我姐妹那边有点事情呀 那我过去忙完了 然后我再去医院接她 回去那不是一样的吗 你把我妈一个人 孤硬硬地扔在医院 你说她老人家想喝口水 医院里面那么多医生和护士 她不会叫护士呀 医院就差我一个人吗 医院让我忙 护士顾及到我妈妈妈 你说到底是你姐妹重要 还是我妈妈重要 我觉得这根本没法比的好不好 我姐妹那边也出了点事情 那我过去一家 那不很正常吗 是不是 而且我已经掐好时间了 我半夜在外面出差 然后我妈妈孩子打电话给我 让我把我的工作尿下 到医院去赶到我去照顾我妈妈 最重要的是我到的医院之后 你人还没到医院来 我怎么没有在意 整个家都我妈妈打小报告的 本来就是打小报告呀 你说你住到我家里面来 我妈妈对你多好 你身体不好 你私底下跟我说 不能吃油腻的食物 或者辛辣的食物 我是不是跟我妈妈说 做了蔬菜给你吃了 她也是给我做菜什么的 但是你想想 整天大白菜的 你让我怎么吃呀 我妈妈这不是为了你身体着想吗 医生都说了 你不能吃辛辣 或者是油腻的食物 可是医生他没有说不能吃肉 是不是 阿姨他就是不用心照顾 那后来不是我妈妈给你买的 你怎么对我妈的 你指着我妈的鼻子怎么说的 那肉能吃吗 怎么就不能吃了 他都已经掉地上了 那么多细菌 那老人家他的思想 不就是这样子吗 一块肉掉到地上了 拿水冲了就可以洗了 我就觉得很脏很恶心 我吃不下 自家人还嫌自家脏吗 你就是不体谅我的妈妈 我以前对你妈多好 她过生日的时候 我花一个月的工资 给她买一个包 去你们家的时候 大包小包的拧回去 然后阿姨长阿姨短的 是不是 我过生日的时候 然后你帮我已经安排好了 你妈妈是怎么说的 你们赶紧回来吃饭 一个电话一个电话的催 然后你还把我撂在一边 我一个人在那里 应付那么多朋友 你朋友跟你过生日 然后我跟你一起去了 然后也跟你朋友打了招呼 我还跟你说了 我说我妈一个人大喊 等冬天的 在家里面给你做了一桌子的菜 然后给你买了生日大包 你已经跟她提前打声招呼了呀 你已经跟她说清楚了 今天晚上不要做饭 我们在外面吃饭 但是我妈妈给我们做了饭 我们是不是得体验一下 老人家的心情呢 你说我妈妈一个人 孤零零的把她扔在家里面 而且我爸也不在外面 我们俩回去陪一下老人家 我觉得她是故意的 就这样子 怎么叫做我妈妈 她还要挟我们 我们不回家吃饭 她也不吃了 这就是要挟 我妈妈这不是 为了我们两个人好吗 你看在外面吃饭 又不干净 然后又不卫生的 对不对 上次五月份 一起出去玩的时候 我是不是跟你说好了 我说到时候带上我妈妈 跟我一起去 然后你也同意了 我妈妈还到处 跟她的朋友亲戚说 说我要跟自己的儿子 和我儿媳妇出去旅游 她高兴得多厉害啊 然后大包小包的 捡起到机场去 到了机场那天 你怎么弄的 你给大伙说一说 让大伙平下你 我那时候 把我们三个人的 那个身份证号 发给我朋友了 然后没订到阿姨的票 那能赖我吗 四月份订机票 订了足足一个月的时间 那是旅游旺季啊 旅游旺季也可以订到 订了一个月 你是去国外吗 我能插一句了吗 今儿来要干嘛呀 主要是我觉得 她对我妈妈 不能体谅老人家 这份兴起 希望她不要再 对我妈妈这样子 今儿你来干嘛呀 我就希望她 多站在我的角度 去想想老师或者阿姨 你们跟老人家住一起吗 现在是住一起 住一起啊 老人家照顾你们 照顾得好吗 还可以 那不就没事了吗 可是阿姨有时候 做得太过分了呀 比如 那你看 她给我端个洗脚水 然后阿姨就说 谁给 喂 你说清楚那主语 你们别想 哇 是阿姨端洗脚水 还是她给你端洗 她给我端洗脚水 然后阿姨她就说 我的不是了 在他们的眼里 只有女的给男的端洗脚水 判了一天高跟鞋 然后你给我端个洗脚水 那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我妈她这不是老一辈的想法吗 我妈就是这样 照顾我爸过来的 还有什么看不惯您的呀 还有我买 买一大堆户户品啊 衣服什么的买回去 然后阿姨她就 看了那个小票 她说 怎么买那么贵的呀 我跟她出去约会的时候 不回家吃饭 阿姨老是催着我们回家吃饭 看个电影什么的 然后电影票都买好了 然后也催着我们回家吃饭 这没多大的委屈啊 可我觉得阿姨就针对我 你父亲是什么情况 我父亲常常在外地工作 所以说她经常现在不在家 今天说妈妈也来了是吧 嗯 来我们请上老人家 有请 这么年轻啊 只能叫大姐看看 今年四十 四十五岁 这是您儿子的女朋友是吧 是啊 喜欢吗 开始住进我家的时候 我还挺喜欢她的 住了一段时间 她就对我不这么好了 我有一次半夜生病了 这个他们说过了 把你一个人撂在医院了是吧 是啊 心里不舒服 嗯 有一点 那他们俩才闹成这个样子 您有什么想法呢 就是看我儿子的想法嘛 就你儿子愿意跟他好 你同意吗 我不怎么同意 因为我觉得我儿子的女朋友 他做什么事 他都不怎么 听我的我做什么 他都有一点反对 有一次他生病嘛 我天天跟他熬药啊 生饭 当水的 生到他半斤 他总是半斤和脸 他就说我天天跟他炒 蔬菜给他吃 每天给我炒一样的菜 那能受得了吗 一两天还可以 那天天如此 你生病生了多久啊 喝中药 那得一两个月啊 那不是喝中药 净吃辛辣什么的吗 是净吃辛辣油腻的 但是可以换一种口味啊 是不是 那你自己下厨房做呀 那不是生病了吗 生病了 那不是也生病了 在病床上躺着 你不也走了吗 在医院那么多医生和护士 那他有什么可以找护士啊 是吧 而且就一两个小时 那在家里吃都不开心 打个电话叫个外卖嘛 也不差一个婆婆做嘛 可是我觉得他们有时候挺过分的 就断一盘蔬菜给我 然后他们俩在旁边吃 吃香的喝辣的 鸡鸭鱼肉有时候 那你不是进吃吗 你不是喝中药的吗 可我觉得阿姨她可以做一些肉啊 是不是 不一定就每天给我断一盘大白菜呀 后来不是给你做肉了吗 那掉地上能吃吗 怎么不能吃的 你现在我妈妈这样的朋友 你就不能好好跟我妈妈说话吗 我怎么没有好 你不要有什么脾气去吵我儿子 发好不好 不 我觉得你们都是在对我 我儿子不是跟我说过了吗 你想吃 我不是给你做饿了吗 做了饿 帮到你扒一斤 你要扒一斤 还把筷子给拿的 那能吃吗 掉地上啊 那怎么不能吃呢 你就是 我做什么 做得再好 你也说我不好啊 我没搞清楚是 生肉掉到地上 给洗了煮了还是什么 就是我吃饿的时候 不小心就说 掉到地板上了嘛 我又 你切肉的时候 不小心掉到地板上了 拿起来洗了炒的 这有什么问题呢 可我就觉得 好谢谢 明白了 儿子要换个女朋友行吗 那要 也要看她的意思了 你自己的想法 是走在一起 而不走在一起 我的想法就是 我觉得我不喜欢 我儿子的这个女朋友 懂了懂了 谢谢妈妈的坦诚啊 请回请回 喜欢她吗 喜欢 喜欢她什么 她比较会照顾人 然后又很温柔 她怎么照顾你呢 我听说你在照顾她呀 像我以前 然后就冬天的时候 不太爱穿外套 然后她会就是 不吭声地 把那个卵贴 然后贴在我这边 然后会给我熬汤 经常熬汤大两天的 送过去给我 你这个怎么不当着你 未来婆婆的面座呢 可那时候还没有在一起住啊 那为什么在一起住了 你不这么干了呢 你让她跟你断洗脚水了呢 当时我对阿姨什么的都挺好的 但是我觉得阿姨那样对我 我要再不爆发的话 跟她结婚了以后 他们肯定会都欺负我 我觉得如果她以后 要是还继续对我妈的话 我觉得没法过下去 好 咬得都狠死双方 核心词不是我和你 而是我和你妈 和你和我妈 妈怎么会成为 恋爱道路上的拦路虎呢 我们听听老师们的分析 以及他们的解决方案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姑娘 婆婆干扰你们的二人世界 干涉你们的日常生活 但这当中 你感觉你有没有错 没有 你没错 全部是婆婆的错 婆婆由于不胜把肉 掉地上了 捡起来熙熙又炒了 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么干的 她是不是指着婆婆的 鼻子指责 对 有这个事吧 有 你说这个事情你对还是错呢 你过生日 婆婆给你烧了一桌子的菜 还给你买了生日蛋糕 这是诚心和好心 可是顺先跟婆婆说好了呀 婆婆 孤单单的一个人在家 让你们常回家吃饭 这也非常好理解 特别是五一旅游 你耍了小寂寞 把婆婆放单飞 你这个婆婆她会很寒心啊 这当中你肯定是耍了手脚的 怎么有可能呢 一个月前去订三张机票 最后你们两张 好 电子机票成了 婆婆那张机票没了 肯定是没有输了 婆婆的身份证号码嘛 还有我想请问你的是 这么长时间 今天你有没有心平气和的和婆婆 沟通沟通交流交流 没有 聪明的媳妇 她会想方设法去化解矛盾 而你呢 主动过招去和这个准婆婆去化矛盾 你有没有想过 你今后也是有可能要当婆婆的人 我们是说 当婆婆的要像一个婆婆 但首先 要当媳妇的先像一个媳妇 所以今天 小妹妹你真的给我们上了一课 还有你 她口口声说你袒护你老妈 但我们一点都没看出来 你呢 心疼老妈 但是在具体的事件当中呢 处处地去袒护她 迁救她 如果姑娘今天你没有 清醒地对自己这些问题的认识 我希望小伙子你慎重地考虑 我觉得凡事事出有因 人的相处是非常奇怪的 当你非常信任对方 非常欣赏对方的时候 对方说得特别激烈的话 做得特别过分的事情 你都会忽视 你不会觉得他对你是恶意的 当你这个关系一旦恶化的时候 别人对你的好意 你说虚情假意 别人说要做得过分一点的事情 你说太可恶了 简直是不可理喻 现在她婆婆跟这个 媳妇之间的关系 其实就是处在这种关系上 互相不认可对方 觉得对方做的任何事情 都是想对我不好的 想挑衅我 所以我觉得这时候 首先要把这个事情的因给找到 其次我要批评一下这个儿子 以前都说儿子是在这里 做一个叫什么 三家版 这是一块不合格的三家版 对 这个三家版 往外捅 往里边处 就两边不讨好 两边都伤害 真正一个优秀的你的儿子 就要既要把媳妇哄得特开心 那边又把老妈捋得特舒服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儿子 你爱他吗 爱 你既然爱他 你爱你的母亲那是毫无疑问的 你要爱两个女人 在两个女人之间 你要做好角色的转换 永远是先肯定对方 然后再转折 这样对方可以接受你 我觉得你在这个婆媳关系之间 你这个家版的这个东西呢 还有待于更加的完善自己 需要你们做好 女孩至少犯了三个错 第一 现在你们仅仅是交朋友 还没谈婚论嫁呢 就这么着急疤慌地住到人家去 你不够自重 第二 去人家了吧 享受着准婆婆的照顾 还挑三拣四 你不明理 最最关键的问题是 你还要问自己男朋友 到底是我重要 还是你妈重要 这简直是不懂情 永远不要试图去和自己的准婆婆 或者婆婆去争 男人心中到底是妈妈的位置重要 还是媳妇的位置重要 都重要 因为他们爱的都是一个男人 同时这个男人也在爱着这两个女人 所以 好好自己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就这样 好 谢谢 图老师 有很多事情 你自己应该把自己的母亲和对方来比较一下 如果是你自己的母亲 你会怎么对她 别人的母亲为什么要这样去对她 有一点我就特别那么明白 你怎么就那么容不下这大姐 好像眼中钉肉中刺一样 当你每次容不下这老太太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想想你身边的这个男人就是她生的吗 换另外一个角度的话 你觉得同样的情况你容得下你的母亲吗 你的母亲把肉切一块掉地上 你把它洗了给弄上去 你会怎么说 所以说我觉得你最大的问题是心胸太狭爱 你容不下 一般婆媳问题都是婆婆 媳妇各打三十大板 儿子是要打四十大板 我觉得我如果是你的话 我一定是把那两张票撕了 我太气愤了 为什么你找的女人就这么容不下你自己的母亲 你有没有想过 你有没有在你的媳妇面前 如何去树立自己母亲的地位 为什么要那么及早的两人要住到家里去 你没那个本事处理这关系 做不好这个双面交 你就别住在一间屋子里去 所以当你在口口声声的责备 你所谓的女朋友的时候 你想想你都干了一些事 很多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没有想过处理方式 你只知道干什么 声讨 或者是做一个判官 你这个做错了 你这个做对了 你自己根本没有做什么 你为什么不想点办法呢 所以你根本就不作为 在整个婆媳之间的处理关系过程当中 你不要只做一个显手的判官 你要努力做好这中间的润化剂 基本的礼仪因为都忘了 所以没了规矩 秩序就会混乱 没了秩序关系就会混乱 男人跟女人打西角水好不好 没什么不好 但是婆婆在的时候 麻烦你先给婆婆打了 等婆婆睡再让老公给你打 打十盆都可以 基本规矩 内外有别 一旦你嫁到她家里的时候 你是内 妈妈已经是外了 规矩 理数都不讲 那就闹呗 好好地想想吧 接下来 把时间留给她们自己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老师们 对我的教训 我觉得我错了 我应该站在阿姨的角度 去想一些事情 在这里跟阿姨说声 对不起 希望你能原谅我 我觉得刚刚老师的教诲 我内心比较内疚 站在母亲跟女朋友的中间 没有做好一个中间人 时常照顾母亲的感觉 去忽略了你的感受 再次跟你说声对不起 他就亮灯吧 都没话了 换箱子吧 两位请问 其实当双方都冷静下来 向彼此致歉的时候 那个场景还是挺温馨的 来请关门 请关门 就是这么一对恋人 你们看好他们吗 看好他们 请选择赞成 不看好 请选择反对 各位 请选择 现场有70%的观众朋友 是看好他们的 看看他们自己吧 5 4 3 2 1 5 4 3 2 1 啊 理解了 我们先看男生的啊 姑娘不要哭没关系 生活我们是要面对的 我妈妈每次和你吵架后 都会自己偷偷地哭 我很心疼 我父亲不在身边 我妈妈一个人真的不容易 你的要求我以后会迁就你 但是以后不要对我妈妈 大喊大叫了 尊重一下老人 我家在中间很为难 希望你能理解 显然这个女生是 觉得可以理解了 是吧 但是女生给男生写的那句话 可能激发了男生走 她说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做 好好对你妈妈 但是有一个要求 我们俩结婚之后 一定要搬出去住 单独住 不难过啊 如果说她是过去不懂 那经过今天老师们的帮助 我相信以后她会 知道怎么跟男朋友 或者先生的母亲去相处 有什么话要对男朋友说的吗 相处这么长时间 我觉得 我对阿姨太过分了 我真的 没有尊重她 希望您 还有阿姨 不能够原谅我 对不起 希望你幸福 好姑娘 知道错了 祝你下一段恋情 取得自己的幸福 好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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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回 请回 所以说呀 恋爱是容易的 成家是困难 成家的时候 很多因素 真的就要考虑 接下来 这一对恋人 经历了很多 但是他们依然有困惑 我们来了解一下他们的基本情况 我们两个都是理系的 之后再婚 开始还不错 后期她就变了 我觉得我做的没有错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家 她一直做梦想发大财 想改变家庭的命运 但是她不是做生意的料 我肯定能成功 我一定能过上好日子 她从来就没有相信过我 我没办法再相信她了 她不仅赔光了家里的钱 外面还欠了很多钱 我必须让她清醒过来 给他们的年龄 男生提出这种要求 多少让人有些不解 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 来 掌声有请 男嘉宾大海52岁 来自吉林是部门经理 女嘉宾小致39岁 同样来自吉林是一名职员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愿意在这个现场 把箱子里的秘密公开吗 愿意 两位都是 曾经有过 对 我和她在2000年认识的 我们两个都是离仪的 而且各式带着一个女孩 2000年就认识了 对 这14年发生了很多事应该 对 简单的说说吧 我们最初的时候 通过别人介绍的 认识之后呢 最初的感情非常好 两个孩子也出得非常好 最让我不能容忍的就是 这些年她一直在做生意 做买卖 前一段时间 搞红木家具 结果闹得 现在简直就是 实在实在就是过不下去 怎么过不下去了 也是为了赚钱吗 不也是为了这个家吗 为了这个家问题是能不能赚到钱 现在我负债累累 跨得从最初的时候 那是在 我们结婚两三年之后啊 她总想就是把这个家庭面貌 经营面貌改变了 通过朋友进了一些口服业 满屋都成乡的 我进那口服业不也挺好卖的吗 当时我是进了一小点 一小部分 然后都卖了 然后才我才进的 结果呢 十年了 我们家现在仓的旅 还有好几项 都已经过期了 好好好 这个咱们先把经济放在一边啊 简单的梳理一下 两位是两千年认识的 就结合在一起了 对吧 对 这次是你提出来的离婚是吧 对对对 哪年离掉的呢 实际我们是在一年前就已经离了 离婚之后啊 考虑孩子 那个我爹孩子大 他的孩子小 因为马上面临高考 我们俩就是把这么大了 结果还没离开 说心里话 对他还是有感情 但是呢 就是说 主要就是说 他这个 这份做生意赚钱 明白明白 别着急 这个上面不是写的 您是因为职员吗 就别做生意了 他还是拿工资得了 我不甘心 我不甘心那么过日子 我就觉得我有这个能力 我就必须想做生意 我在业余的时间的时候 我就可以有这个能力做生意 你感觉 你感觉 别人看别人开车 住什么好房的 那谁不想开车 他就是不甘寂寞 当时你就做这口服业啊 天天 我的朋友也喝 家人也喝 我也喝 那这都是朋友帮朋友吗 那就是 现在给我喝的简直就是 后期没办法 也迈不得去 我那个最好的朋友 当时是第一次搞啊 我的最好朋友家 他愿意买吗 他愿意买那些 他愿意买 不看面的吗 愿意买 这十几年就光做了一个口服业 不不不是 还做什么 如果做完口服业之后呢 感觉赔了 我也原谅他了 说心里话 原谅之后呢 又弄上红酒了 这个红酒呢 当时在咱东北啊 不是那么太好 他不会做生意 别人做生意 他就跟他做 别人来叫他买 他就买 那都是我朋友 他怎么是人家叫我买就买 那不是我自己愿意做的吗 您这红酒生意做的怎么样啊 我那红酒是我七八个姐妹在一起 然后人家都是做红酒的 人家每年呢 一年那个红酒 他们做的时候 那几年 一年都做十多万块钱 那是红酒特别火 然后我看他们做好 我觉得我也能做 光我就跟朋友 一起去考察去了 也觉得挺好的 而且我那些朋友做的都挺好 当时我还寻思 我说的上次那个口服业 他已经不是很满意 我就给他打电话了 我说的那个 是你给我打电话 打电话我不说吗 让你把那个退了 不要进那么多 进了十箱 结果我让他退下来呢 是 我跟你说退了 退完之后 那个朋友还说 正好刘姐还要 还要那个多要点 正好你把你这个十箱给 我一听说 严谨那个又 你就告诉我 你进了多少钱 赔了多少钱吧 我进了三万多块钱的 赔了多少 赔了一万大多 赔了两万 赔了两万 两万还多点 结果这个红酒怎么了 还是我给处理了 我一个战友家 还在升学 这个红酒是 二百块钱一瓶进的 一箱是六瓶 最后卖呢 二百块钱一箱 而且这个同学还给我面吧 说是那个 行了 明白 反正赔钱了呗 哎呀 这赔的简直是没办法 还做过什么生意吗 这都有情可缘 后期呢 这孩子大了嘛 咱房子也小 我攒了五万块钱呢 准备付个首付 这五万块钱攒下之后 结果 拿这五万块钱 去倒茶叶去了 我不也是为了 最后 为了买房子吗 用这五万块钱 把那再赚点 然后房子钱不就够了吗 赚到了吗 那非得做买卖 就得赚钱 那都赔的都是经验呢 赔了多少 后期呢 他用汽车配货来的 南方再到北方 到我们这之后 咱们看这茶呢 全潮了 也不知道路上搞的 也不是来的 那我也不知道 他给的是什么 结果这个茶 就彻彻底底付了 就五万全赔了 全赔进去了 这还有情可原 那看来还有更无情可原的 茶叶赔了之后 我去我妈那吃饭 我妈说 你喜欢近期咱们家庭 给妈这拿了一万块钱 你弟弟你妹妹那 那不都是我借你吗 你姑姑那块 家里可能花了了十万块钱 要做红木家具 借了我又不是不还 我是要还他吗 是不还 问题你能还上吗 红木家具是和人家合伙 办的厂子 租的房子 水电费 所有的费用 同时和人家付 我才拿一小部分 才拿十万块钱 银子都偷出五六十万的 咱们家没有大部分钱 没有大部分 那现在的生意怎么样 现在那个红木家具 还在那个商店里 我们正卖着呢 就别这事离得婚是吧 当时也是确实没办法了 给我弄的吧 朋友 亲属 包括家里 这点钱都没了 而且还负债累累 明白了 我是记忆的 我不就是为了赚钱吗 你是为了赚钱 那还至于你跟我离婚吗 实在是没办法 东北话说 这媳妇的败家是吧 这不是一般败家 我怎么败家了 我就是想赚钱嘛 我就是有梦想嘛 我家里头贴的 路虎 激光 海景房 那谁上面没有梦想 你天天就得看着房子 看着车 那我不是有目标吗 心里想 咱们这个车就能来 完就大力多做商业 那怎么不能来呢 那我有想法 我像你二平庸的 每天就直到上班挣钱的 那你出去挣钱去 最后这次是 我女儿上班了 前两天 说爸爸怎么的 妈妈又没钱了 给我人拿了一万块钱 我是光海洋借的 是借的是 我觉得说走嘴了 就说不该说 我结果回家检查 又发现了几箱磨脸的了 什么吃的了 现在人都注重保险 又开始了 又找那些新式武器 后期给我气了 我实在是受不了 我觉得我没错 我这样做生意 就是为了家 就是除了做生意这一块 你们俩在婚后的生活怎么样 还可以 俩闺女关系怎么样 俩闺女关系挺好的 她们像亲姐俩一样 然后都在一个 对你说她的女儿 还能给你拿钱 就说明关系不错 对 我跟她女儿关系也特别好 她那孩子小 最开始来的时候是抱来的 她上班 上学班呢 我抱她成熟哭 所以孩子有时候说 说爸爸 刚冒话上 说爸爸我有点哭累了 我说歇会在哭 完了给这个邻居大妈哭的都什么 就是这孩子之间 包括我们感情是有 就是败家 用咱的话 我怎么败家了 我就是为了抓钱 我怎么是败家呢 就是她要是不败了 您还愿意跟她过 对对对 但是您觉得说 如果咱不奔幸福走这日子 就没意思是吧 对呀 人活着就得有梦想 就得去奋斗 多不容易啊 你说 给出点主意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大姐 你太想成功 太想发财了 结果呢 通通事与愿违 月速则不达 生意并不是人人都会做的 否则的话 亿万富翁的队伍当中 早就人满为患了 你给我看个像 你看 如果我去做生意行不行 如果保健品也好 红酒 我还真的能收回到 行不行 可以 真的行 真行 我们人呢 贵在有自知之明 我做媒体26年 采访过无数的企业家 让我一起做生意的也有 让我一起办神业的也有 但是 我非常明白 我几斤几两 我根本不是这一个料 所以你呢 对自己呢 太信心满满了 非常容易被别人忽悠 这是做生意人的大忌 我那不行 多赚点吗 多达点 我告诉你 罢了吧 真的罢了 但大哥呢 你也有责任的 你心中呢 知道 他这样做不行 不好 但你刚才说了 有情可原 有情可原 好 前面一个人有情可原 到后面冷无可冷了 把你的家全部摆完了 你啥时候姐拿出来 咱们离婚吧 所以我想说的是 能过小日子就是好日子 两个人呢 再携双一下 你那放弃做生意发财的幻想 复婚以后好好的过小日子 真的 你看得出我能做生意 你看错了 我看得出你不会做生意 我看对了 其实我是想说 很多老百姓 真是被这个坏风气给忽悠了 总是想着 只要有梦想 我们就会成功 理想会很大 但是要实际 我们不要抓天上的星星 也不要抓天上的月亮 身边的幸福 是最大的幸福 所以通过你刚才说了那么多 包括我们那个 鱼哥说的 你真的不是一个 做生意的料 咱都是女人 咱自己家小日子 过得红红红红的 多好啊 一二再再再再再三的 这种失败 我觉得给你试教训了 咱们都聪明了 不能老 我就想翻本嘛 别想翻本了 你越想翻本 越的那坑 就越掉越大 越掉越深 睁开眼睛 醒醒吧 和你身边的男人 和你两个闺女 过你们幸福美满的小日子 我觉得这是我们 对你最好的建议 有人住在这个大房子里 天天守空床 有人呢 开着激光车呢 满眼是累 不知道 该坐在旁边 那个人去哪了 所以要那东西干嘛 抓住这个幸福多好啊 所有有赌隐的人啊 都觉得 下一把一定翻本 可是呢 他们恰恰不懂啊 庄家的手段 或者赌局的猫腻在哪 你要真想做生意呢 必须有两个条件 第一 你懂孩 第二 你得靓丽 这两样 你都不占 大姐 我问您一句话 你憧憬的 幸福的生活 是什么 我就觉得 我应该开个车 然后那个 就让 楼上楼上 那种大房子 在别墅的那种 出人头地 对吧 其实这是你 最内在的心理 对 我就怕别人瞧不起我 但你希望让人家 觉得都是你是幸福的 对不对 对 但你恰恰走上了一个 不归路 如果你不做 一些生意 其实你是很幸福的 你想想 有这么一个好的老公 可以容忍你一次又一次 这么去陪 你双方在婚之前的那个 女儿处的也是很不错的 对不对 对 其实这是一个多幸福的小日子 明明 幸福已经攥在手里了 却放开要去抓 虚无缥缈的东西 脚踏实地 拥有自己这份 已经拥有的这个爱情 婚姻美满多好 好吗 谢谢 祝福你 大姐 你很危险 你知道你 不光做生意做不成功 你的婚姻也不太可能成功 原因是有两点 第一点 你利欲熏心 欲喝难甜 只要是这样的心态的人 做生意几乎不可能做成功的 做事业和赚钱是两回事 做事业一定是要有自己对于事业的爱好 金钱是附属的产品 金钱是幸福的条件 但不是唯一充分条件 钱可以买得来名画 买不来你的品味 钱可以买来豪华的旅游 但是永远无法买来你的精神感受 所以说像你这样的人 多半是遭人算计的 所以这就说到你的第二点 你的问题 你永远不自知 没有自知之明 我们说人往往是 知道的越多 才知道自己 很多不知道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因为你读的书越多 才知道你很多东西 你都不知道 所以无知的就在于 知道了一点 便觉得自己无所不知 所以这两点几乎断定 你是做不成什么生意的 但是我无法抑制出 你想要做生意的心 因为你老是眼红别人的生活 但是你从来没有看到过 别人的悲伤 就像赵川说的 你看着那大方子 又有多少人独守空房呢 你没看见 所以送你一句话 作家冰心 说过一句话 叫做知足 知不足 有为 有不为 知足是什么意思 知足就是对自己 已经获取的 就比如说他 比如说孩子 对这些已经获取的东西 你要倍加地珍惜 知不足是什么 就像你所说的 在知足的情况之下 我们还要有奋进的心 而不能说永远就甘于平庸下去 但是请记住 一定要跟家里人商量的 你竟然还瞒着他借家里的钱去做 那像你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 整个家不被你拖垮了吗 难道要举家 为你去还债吗 那个时候你就有成就感 还有有为有不为 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你39岁的女人 你这点事不懂 我看你在那流眼泪的时候 我感觉你根本不是39岁 你顶多也就19岁 所以说你的心态好 你看你欠那么多债 是白了他的头发 你却还容颜一旧 你是个心里不担事的人 事全让他给担了 你看他脸老的你看 是吧 你担那么多债 你看你还皮肤白嫩的 他就是那种没心没肺的人 所以没心没肺 没关系 要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你唯一最大的财富 就只剩这个老男人 你还不赶快把他脸上的 沧桑莫平 否则的话 如果连他都跑了 你自己要还债 劫身一人 你这辈子你可就翻不了身了 你还想搬本呢 别说本了 我告诉你人都得搭进去 就这样吧 听懂了啊 听懂了 真听懂了啊 听懂了 还做买卖吗 不做了 还做买卖吗 不做了 哎呀真败家 那你那十几万 投那本怎么办呀 他还 哎我有一个生意 推荐给你特好 薄红最近在弄那个漫画 你知道吧 特别有市场 尤其薄红做了我们这节目嘉宾之后 好多人都求他的话 跟薄红联手做一下 我做了 真的好 我跟你说 他明然他靠谱 那也不做了 为啥呀 我不想失去他 你多说大声点 我不想失去他 没有卖哟 还有 来吧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亲爱的 这十多年来结婚 我从来没听过你 从今天开始 我听了老实的话 我以后要什么事情 都跟你赏了 我把我挣的钱 都交给你 请你再一次相信我 我会一直陪你到老 一直陪你走下去 我爱你 但愿你 说的话 和做的事 能相复 但是 我真怕了 说些什么 真怕了 来 请亮灯 交换一下箱子吧 主持人 我不想换这箱子了 为啥呀 我这是我之前来写的 现在我想改变主意了 这个应该允许 人家已经改变了 但是这个东西是可以换的 你可以跟他说 你自己把这个 这个这个说一下 跟他说一下 你可以 不看那个里面 你就当他不是真的 好 来来 换一下 换一下 你看了之后 别再 大哥 他已经表明了 那个已经作废了 我回去再给你新写一个 请回吧 回吧 出来一切好商量 哎呀 这一对啊 那个让人揪心 来请关门吧 来 各位拿起手里的表决器 你们看好他们吗 看好选择赞成 不看好选择反对 来 各位 请选择 现场有21.05%的观众朋友 不看好 还有78.95%的观众 是看好的 来来来 看好吗 我还是看好他们的 理由 我觉得女方 最后已经很悔恨了 通过这次事件 这你都看出来了 谈恋爱了吗 谈了 女朋友就在前面 为什么分开做呢 被你们工作人员分开了 我们工作人员分开 大概是两种原因 第一种原因是 长得确实不般配 好看的坐在前面 难看的坐后面 第二种原因是 确实是太腻乎了 我们录不下去了 是因为哪一种呢 太腻乎了 对不起啊 来来来 旁边这个 你不是被分开的吧 我也是被分开的 你女朋友在哪呢 边上 好吧 来 我也赞同他们 可以在一起 他已经有了这个决心 需要去改 然后就给他这个机会 既是对家庭好 也是对孩子好 好 谢谢啊 来话筒 我也看好 那你恨我们的工作人员吗 把你们拆分开 我们这次来特别激动 然后确实想抢一下镜来 结果估计抢不成 这不都让你们上了吗 谢谢啊 他跟他男朋友特别有夫妻像 你们看到了 这两段都特有夫妻像 祝你们幸福啊 来看看 这对曾经的夫妻 此刻的选择是什么 五 四 三 二 一 四部集团 中国面膜领导品牌 天使之妹面膜 提醒您精彩节目 稍后继续 四部集团 中国面膜领导品牌 天使之妹面膜 提醒您精彩节目 马上开始 五 四 三 二 一 一 请开门 抱一下 你说那秘密你看了吗 这些年因为你折腾这些东西 很多朋友都和我断绝往来了 家里人对你意见也很大 他们经常跟我埋怨你 这些我都没有告诉你 我一直自己顶着这些压力 你为什么不能理解我呢 好好珍惜这个好男人吧 女生箱子里面写的一个作废的是 他又看中了一个海景房的好项目 好好珍惜好吗 这真是你一生最大的财富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来 有请小花童 我们的幸福之门打开了 选择幸福 选择亚赛何来盼盼 盼盼到家 安居乐业 谢谢 谢谢你们俩 他终于知道照顾小妹妹了 你看都是有进步的嘛 这生活小人生 感谢科沃斯机器人提供的 价值2500元的擦窗机器人 创保730一台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见证 属于他们俩的幸福时刻 请两灯 这一副锅要背好多的债 做好准备了吗 做好准备了 男人就是这样 感谢感谢 牵着手回去吧 哎呀真心的祝你们幸福 祝你们幸福 祝你们幸福啊 感慨特别多呀 就你发现那种平淡当中的张力反而特别大 就是那么一看好像说出了千言万语 这大概就是他们生活给他们上的课吧 哎 接下来的时间是属于我们四位老师的 分享他们精彩智慧的时间了 一起进入爱情保鲜剧 幸福与否只有身在其中的人 可以体会到 无需账典给他人 钱在不在 没关系 人在 一切都在 谢谢私部集团 中国面膜领导品牌 天使之妹 对本节目的冠名播出 在这里要感谢海伦凯乐眼睛对于本节目的特别支持 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